野员一家去参加阿慧的结婚典礼 由于小新的各种骚操作 结果导致场面极度尴尬 差点就闹翻天 那么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野员一家盛装打扮来参加阿慧的婚礼 屁股还没捂热小新就开始闲不住 美牙赶忙上手制止 很快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新郎新娘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缓缓入场 而地上的浓烟引起小新的注意 于是这小子又开始搞事 偷偷过去直接把制烟机开到最大 瞬间造成整个现场浓烟弥漫犹如仙境一般 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小新很是兴奋 美牙见此赶忙过来制止 阿慧立马就断定是马铃薯头这小子干的好事 一番小插曲过后婚礼顺利进行 一位三根毛的大叔带头一起为新郎新娘干一杯 众人举杯之时他却不讲伍德来的急刹车 表示自己还有句话要讲 好 周围一句话要 干杯 干杯 小新迫不及待开始大吃大喝 美牙让他少吃点 毕竟他们一家三口今天只随一份冷饮 然而小新吃得不过瘾还上去把新娘的那份也吃掉 好你个小子今天是要把份子钱吃回本 接下来到了新郎新娘切蛋糕环节 亲朋好友纷纷拿出相机记录这幸福的时刻 小新端着盘子说着给个最大块的 美牙直接让他消失 随后轮到点亮蜡烛的时刻 然而小新却误以为在过生日 蜡烛刚点亮小新立马就将其吹灭 美牙真是服了这傻儿子 接下来到了亲朋好友的致辞环节 还没轮到自己美牙就紧张得不行 蜡烛没有问题 我没有信心啊 也没有好身材啊 很快就轮到美牙上场致辞 由于太过于紧张 美牙突然脑子断路 支支吾吾半天蹦不出一个字来 阿辉都为她感到很担忧 幸好这时候小新及时过来救场 可这小子大字不识几个 看着演讲稿就是一本正经的瞎念 美牙见此只好一手夺过来 下一秒又被小新给抢回去 结果母子俩就上演一番追逐大战 美牙完全不顾自身形象跟着小新胡闹 还把现场搞得乱七八糟 幸好这时主持人及时制止 美牙这才缓过神来 我希望卧室跟惠子也能够建立非常幸福的家庭